大家好,我是Dame HYBE娱乐因内部文件中 对未成年爱斗团体成员外貌进行评价的内容 在国政检查中收到了指责 10月14号,在韩国国会进行的国政检查中 HYBE首席运营官兼PILIPLEV代表Kim Taeho 因民主党议员的要求以证人身份出席 PILIPLEV是HYBE的子公司 旗下有男团HYBE和女团艾莉 根据媒体报道 当天,该议员整理了由REBOS杂志A编辑长飞翔 HYBE高层阅读的每周音乐产业报告 并对Kim Taeho代表进行询问 在议员公开的HYBE内部报告中 主要针对其他爱斗团体进行了诽谤 尤其集中在对外貌的评价 报告中提到 年纪小又怎样 让成员们在最丑的年纪集体出道 根本没有爱斗的外貌特征 真的像是中学才艺表演一样的舞台 其他成员们惊人的丑陋 至今无法走红的理由非常明显的团体 而对于一些参加某综艺节目的爱斗们提到 丑陋的协同效应已经达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 HYBE的RUNEST以及SN娱乐新女团的相关信息内容 SN娱乐女团的相关信息突然开始流传 候选成员约有8名 但令人惊讶的是 竟然没有一个漂亮的 看起来甚至不如 叮叮叮叮叮叮的联系声群 想想当初叮叮叮组合出道时 大家对外貌的镇静 让人怀疑是不是SN娱乐的审美观已经改变了 然后报告中还提到了 SN娱乐旗下的叮叮叮组合 针对叮叮叮的攻击 大部分都能用叮叮叮来反驳 如果有人说谁长得丑 就用成员叮叮的过去照片来回应 如果有人说叮叮舞跳得不好 就用还在笨拙的跳舞的叮叮来回应 报告中也提到 JYP出称的女团成员叮叮叮叮等 称她们几乎无法辨认 显然进行了大量整形 这些成员长期处于精神压力难以防御的环境中 这些机箱特别是体现在外貌或性吸引力上 表现得非常明显 叮叮似乎也在这方面出现了类似的迹象 此外在报告中还提到了其他爱豆的舞台实力 并进行了直接评价 关于叮叮叮组合的现场表演实力 粉丝们的护航逻辑是 公司不让那些擅长表演的成员上场 但这在Kochela演出后彻底崩溃 粉丝们迅速将冤恨的矛头从团体转向其他方向 在这方面 SM的粉丝圈在一体转换和方向设定上非常迅速 为了保护成员 公司必须成为恶角 最后该报告中还包含了关于嗨补旗下及其他公司爱豆 在SNS上的飞防内容 以及对此的网络宣传策略和应对方证 公开报告内容的议员也表示 关于女团或其他艺人 有一些我们认为怎么能做到这种程度的内容 因此我们没有对外公开 当天以证人身份出席的皮里皮里代表Kim Taeho 对议员的质疑 美洲为什么要阅览这样的报告是回答 作为从事KPOP产业的议员 我们会制作并审查大量关于KPOP产业全局 舆论的监控资料 这并不是嗨补的观点或官方立场 这些内容是为了监控网络上的内容而收集和综合的资料 该事项原本占高一段落 但当天下午7点左右 嗨补发布了针对该文件的官方声明 今天在国会国政检查中公开的本公司监控报告 是综合了粉丝圈及业界各种反应与舆论的文件 该报告是为了让公司内部手术人参考 而将社群平台SNS的反应原封不动的摘录整理 并不代表嗨补的立场 该报告中包含了作为娱乐公司英聆听的内容 也包括了粉丝的正面评价 对于外卸并只挑选部分具刺激性的内容进行拼测 试图让外界误以为嗨补在诽谤艺人的事例 我们将追究到底 再确认到这份声明的议员 质问Kintel代表 所谓的对让嗨补诽谤艺人的文件外卸的事例 追究到底的意思是什么 同时国政监察委员长也愤怒的指责 国政监察正在进行中 而公司却发表声明 这让这次国政监察变得毫无意义 国会的权威难道可以这样被贬低吗 海埔难道不是引领韩国Kintel代表企业吗 怎么会这样不负责任的做出反应 国会就这么好对付吗 希望你们去了解这份声明 并再次将海埔的官方立场传达给委员会 否则我们将不得不寻找其他方法来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国会议员中道德水平低的人很多 这些肮脏的场面他们也见多了 如果连这些人都不敢提 可想而知这内容有多肮脏 真希望粉丝们不要只是护着自己的IDOL 能发起抵制 但大概是不太可能了 哎 国会议员们是听不懂话吗 这只是整理了一下语论动向 为什么要责怪海埔呢 根本不想培养有实力的IDOL 只想着通过反向宣传和刷销量来炒作 仔细查看公司内部关系者之间 用于交流的评价资料 并将它公开 对于IDOL练习生来说 这难道不是根据侮辱性吗 难道还有人能否认 在IDOL界成功与否 更多取决于外貌 而非音乐性或歌唱能力吗 很多酸言 看起来就像是组织化的集中攻击 结果竟然是海埔在背后操作 真是令人作恶 SN拜托一定要起诉他们 你们真的看清楚了吗 那不过是把论坛文章 整理在一起的资料而已啊 目前在韩国饭圈论坛 大部分的网友们都在责骂海埔 而手术护航的网友们 则是相信这些不是海埔的立场 而是收集到网络娱乐而已 所以对于在国政检查公开的 海埔内部报告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出道5427天 才拿下韩国音乐节目一位的歌手 哇这么久 这位歌手就是 Bruno Max 他不就是那个 只在Pivot上拿过一位的人 多亏了Ru姐才在音乐节目上拿到一位 我家IDOL还没在MCOUNT上拿过一位呢 感觉有点失落 大家都是在开玩笑 非常快乐的在留言 千万别误会 谁呀第一次认识他就拿了一位 不会是买榜吧 从本地颁奖节礼一步一步往上 终于拿到MCOUNT当一位了 我都替他感到骄傲 留言都太搞笑了 可可 在拿下一位后 Bruno Max也在自己的IG线动 用韩文发文 韩国的粉丝们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因为在音乐节目上拿到一位 早上哭了一整天 非常感谢帮助我拿到一位的Ru姐 也谢谢大家这么喜欢 Apat Love Bruno哥哥 Apat这首歌公开后 不仅席卷了韩国 还横扫了全球音乐市场 他在韩国所有的音乐榜 都拿下一位 并成功登上Spotipi 全球榜单和美国榜单的冠军宝座 还在总共40个地区的 iTunes榜单中拿下一位 其中在美国Spotipi榜单上 获得第一 是韩国女色勒歌手的首次记录 最近这首歌真的很疯狂 各种刻薄都出现 甚至也有个网红刻薄的Apat端影片 在IG YouTube都超过了200多万观看 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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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韩国人乐团 是韩国人乐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